Omicron本土疫情现在在中国多地爆发 截至本月15号 天津、河南省安阳市、辽宁省达林市 以及广东省中山、珠海、上海、北京都出现Omicron病例 北京市官方15号通报确诊者足迹 让外界是格外的忧虑 该病例居住在海淀区上的地道街农大南路 博雅西园7号楼 工作单位是海淀街道海淀新技术大厦 1月13号出现嗓子痒的症状 1月14号曾经出现发烧症状 自行地前往核酸检测点进行了核酸检测 并且自行服用药物之后 症状好转就没有就诊 确诊者曾经前往全聚的烤鸭店用餐 前往多家百货公司以及商场购物 前往影厅观看脱口秀 还有富华学厂游玩等等 另外北京市官方也特别提到 该确诊者14天之内并没有外省市的旅游室 也没有相关病例接触室 这也代表着这一个病例的源头是不明的 有潜伏的传染链在北京存在 而现在当局紧抓确诊者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15号在晚间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 特别的强调 因瞒报 虚报或未按规定落实防控措施 引发疫情防控风险或其他严重风险的 将会依法追责 处罚 严重者会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另外要求北京居民非必要补出金 除了中国首都沦陷之外 经济大臣上海现在也已经引发了物资抢购潮 有鉴于西安早前的封锁状况 上海出现疫情之后 不少民众恐慌地猜测 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封城措施 因此不少超市的水果 蔬菜 大米都已经开始缺货 许多人选择一次性地买五大袋大米 以确保封锁政策如果真的开始 至少在家里不至于断粮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清零政策之下 对境外旅客 境内人员流动的相关规范都十分严格 各省都推出了健康码 以求移入本省人员都是健康 未确诊的民众 但现在却传出不少未造健康码的消息 香港经济日报综合报道 在中国外防输入压力增加之际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表示 近日发现个别的附华人员 通过修图软件未造健康码 企图谋混过关 除了暂停相关人员健康码申请资格 并且将有关情况通报国内主管部门 相关部门将会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通报提醒 继续地坚持非紧急 非必要不履行 拟附华人员需要严格地遵守各项防疫规定 按照各项要求如实进行检测 并且在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小程序中 如实地填报信息 切勿行存侥幸以身释法 另外 中国驻美使馆表示 注意到微博 微信等等社交平台 出现了规避七日自我健康监测 等等要求攻略 提醒乘客要诚实地守信 申领健康码 驻美使领馆将通过各种渠道 复时复华乘客 是否严格地遵守相关规定 而之前已经有多名乘客 因为各类的不诚信行为未获绿码 有人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 驻美大使馆表示 目前Omicron导致全美国疫情持续高位 日均感染接近80万宗 超过1700人死亡 同时近期从美国收入中国的确诊病例大幅上升 完成行情检测后 仍然频繁外出观光 购物聚餐等等 是导致感染的重要原因 通知提醒 拟付华人员慎重地评估疫情期间 国际旅行的紧急性和必要性 特别是近期航班频繁熔断 可能会造成的经济损失 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 却有紧急需要的乘客 务必要严格地按照要求检测 尤其注意行前第7日检测后 需要留在富华航班起飞地 进行自我健康检测 临行前48小时检测后 严格地执行自我隔离 不与外界接触 以免染疫从而影响到富华行程 中国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似乎是为了防范境外收入 带来更大的防疫压力 中国民用航空局 依据新冠疫情管控规定 下令未来几周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多个航班 必须要暂停运行 另外还对来自于法国 印尼 阿联酋等等国家的其他一些航班 发出了熔断指令 华尔街日报综合报道 中国民用航空局周五公布的名单 新禁止了美国航空集团 和达美航空公司 分别从达拉斯 以及底特律飞往上海的航班 在几周之后 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之际 相关措施的推出 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 相隔离的程度 凸显了中国动态 清零抗疫政策付出的代价 整个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边境管控举措的严格程度 是基于世界前列的 其边境自2020年3月份以来 基本关闭 国际航班数量 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相比 已经大幅度的削减 旅客入境中国 需要得到政府的特别批准 而且获得签证的人 必须接受隔离 隔离时间在一些城市 可长达28天 上周中国美国商会表示 他们与政府官员达成了一项协议 将会推出一个 为国际商务旅行提供便利的快速通道计划 国际商务旅行的中断 一直是外国商界人士担忧的一个主要问题 航班禁令可能会使得这些计划复杂化 而中国的相关动作 也引发了美国相关部门的不满 面对大规模的航班取消 拜登政府表示可能会采取回应措施 美国的交通运输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的做法不符合 在美中航空运输协定下的义务 现在正在就此事与中国政府接触 并表示美国保留酌情 采取监管措施的权利 去年底美国零售商巨头沃尔玛早指控 于中国门市下架新疆商品 迎合西方社会对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 并且因此消息触怒了中国消费者 使得中国民众赶赴沃尔玛高端会员制商店 办理退卡 而且风波才刚过 中国沃尔玛又一次成为了舆论焦点 华尔街日报报导 广东省本地的有关部门表示 沃尔玛因为在其应用上 伪造商品的评论 已经被处以人民币30万元的罚款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其网站上最新发出的一份通知写道 在监管机构确定 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5月 该美国公司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应用 在用户尚未对交易产品 进行评价的情况下 自动地给商品默认五星评价 沃尔玛因此被罚款 该监管机构表示 这种做法相当于误导消费者 进行虚假商品宣传 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而截至目前为止 沃尔玛方面还没有针对 遭中国政府开发仪式进行公开的回应 中国区城市近日陷入严重的公关危机 香港经济日报综合报道 区城市日前在美团平台 推出面膜的邀会活动 消费者可以用0.01元人民币 就可以买到一盒面膜 但是要在门市取货 不过有下单成功的消费者表示 占收到商店备货和提货信息之后 取货却被告知缺货 而且商家没有任何的处理方法 许多消费者13号到区城市直播间 表达不满 期间有人询问 面膜何时才可以取货时 却遭到主播辱骂 并且被工作人员拉入黑名单 期间区城市主播还不断地嘲讽 就为了一分钱的东西 像疯狗一样咬人 另外还有消费者表示 区城市主播 甚至在某场直播中 直接地羞辱参与面膜优惠的 全数消费者是乞丐 而根据黑猫投诉平台显示 近30天之内 区城市投诉量已经超过了2800宗 大部分是面膜疑似 有或不给的问题 针对本次的争议事件 区城市中国发表声明之前 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地 成立调查处理团队 指出由于系统原因 导致在短时间之内 产生了远超库存的大量 异常订单 已经兑付了一部分的订单 其后因为库存不足 暂停兑付 对此深感抱歉 将会捕获继续地履行 剩余订单 至于主播出现了不当言论 区城市声明表示 深表歉意并且深刻反思 强调一直以顾客为中心 而该主播是区城市 合作第三方机构人员 其不当言论绝不代表区城市 对顾客的态度 但是事件说明 公司对第三方机构合作审核 与监管工作不到位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此致歉 表示会引以为戒 加强对公司全体人员 和第三方合作人员的 培训与监管 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不过有网民对于 盗窃声明不收获 要求设施的主播 应该要公开盗窃 另外对面膜问题 网民反映 有电源说 内部系统没有通知公告 无法执行 因此批评屈城市的 刑事作风非常敷衍